比亚迪能打赢特斯拉吗 他们的战争一共分为四个阶段 2014年 马斯克来中国为首币Model S车主举办交付仪式 理想小鹏老板到场 未来老板觉得自己不是套不外就没去 同样缺席的还有比亚迪老板王春福 他认为电动车尚不成熟 电动打妈才是重点 有人问他怎么看特斯拉 王春福冷静回答 如果家庭消费一旦启动 比亚迪分分钟造出特斯拉 马斯克听了直接表示 我不认为比亚迪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王春福立刻回怼 特斯拉只是富人玩具 只是和小众人群比亚迪更加大众化 言外之意比亚迪能比你卖的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双方的产品 此时的特斯拉仅有一款产品 73.4万的中大型轿车Model S 此前他要一款100万的逼格产品超跑Roster 12年已经停产 而比亚迪有三款新能源产品 紧凑轿车琴F3DM 和搞不清楚是MPV还是SUV的E6 定位豪车市场的特斯拉 和定位家庭消费的比亚迪 此前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 但马斯克和王春福只是打大口水仗这么简单吗 不 特斯拉会从高端向下覆盖 比亚迪会从低端向上普及 他们终有一战 2015年特斯拉实现盈利 马斯克立即表示 特斯拉是一家前所未有的公司 如果有对手那一定是苹果 不过外媒马上发文章泼冷水 马斯克该忘了苹果 小心该死的比亚迪 此时比亚迪已经掌握了 电池电机和电控三大核心技术 只是品牌形象完全没有高科技光环 这一年92万SUV特斯拉Model X开始交付 比亚迪发布了四款新能源产品 其中糖急速版一度卖到60万 不过比亚迪的主力还是25万的糖和21万的琴 相较降到69万的Model S价格差了3到4倍 2017年前 比亚迪和特斯拉仍不在同时空 但他们也是各自领域的老大 不过马斯克很快展露了他的真实目标 2017年3.5万美金的Model 3在美国发售 明摆着特斯拉将进军比亚迪的领域 有人问马斯克你怎么看比亚迪 2018年特斯拉在上海建厂 紧接着特斯拉放出消息 2021年国产30万的SUVModel Y 一顿操作下来 比亚迪2018年一季度净利润为-3.29亿 要知道这是在比亚迪收到6.4亿补助的情况下发生的 不过在那年你想买车问朋友比亚迪怎么样 朋友立刻告诉你买个屁 等等Model 3不香 2019年Model 3成为历史上最畅销的电动车 特斯拉总销量超过比亚迪成为全球一哥 前面一直没讲他们的销量情况 这是2014年以来 比亚迪首次在销量上败给特斯拉 更可怕的是 特斯拉已经来到比亚迪的价格区间 54岁的王传福父母早王经历过太多风雨 最终都挺过来了 他的比亚迪也不可能就此消沉 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分析的比亚迪优势和劣势吗 第一条优势简单概括四个字技术创新 王传福有一个愚齿理论 看看比亚迪被特斯拉销量反超后都干了什么吧 密集发布16款新能源车 其中23万的汉一威瞄准Model 3 发布刀片电池 纯电平台迭代升级至E平台3.0 自供所有核心零件 宣布全面停产燃油车专注新能源 再看马斯克那边忙着收购推特 Model 3车主自嘲是韭菜 其他就不一一提了 最重要的是Model 3老了 特斯拉已经五年没出新车 Model 3能打2019年的比亚迪 但是2022年呢 这三年电车可是深度内卷 养出来的都是怪物 2022年上半年 比亚迪以64.14万辆 为斯特斯拉56.4万辆 再次夺回全球销量冠军 今年1月 比亚迪发布了仰望品牌 108万的U8都快比Roster高端了 你打不进我20万的领域 但我能打进你的高端市场 这场仗打到现在 马斯克也成熟了 公开承认比亚迪极具竞争力 不过他也不会坐以待毙 5月30日 马斯克访华 这场大战 新能源百驾江南 中国电动车争霸史系列 下期继续